大家好,我看到很多台湾的球迷看我的影片 所以这个影片我会试一下用我的普通话去讲一下下球的分析 但我的普通话很烂,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先讲一下握拍 其实下球的握拍是有一点片中线,有一点点外方的 比我们打高远球的时候,球是在我们的头像 但是下球是我们的前方 所以我们的握拍有一点点是外方向前的 你看到这个例子 球员下球的时候,其实它的握拍是有一点点很小的外方 你看,只是一点点 然后它记球的时候,那个球在前方的话 正好就是拍的镜面去记球 下球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中心要往下 然后上手帮忙,还有上脚,一直往上跳 跳的最高点 然后就是我们的上臂要充分的打开 要180道打开 握拍的拍头是指向上方 这个时候我们的左手放下 我们的右键盘就会转过来 在转过来的时间,我们要充分的倒拍 倒拍这个是很关键的 很多业余的球友没有就得到倒拍这一步 因为你有倒拍,你才可以用你整个手臂的力量去记球 你没有倒拍的话,你的记球的力量就一定不够了 所以你的煞球的力量就是很关键的就是你有没有倒拍 你看这个倒拍的动作 整个是可以用得到整个手臂去记球 当然这个例子是它是一个撇煞球 不是我们的重刹 但是它的倒拍,你也看得到它做得很充分 我们可以再看一遍 第一步是那个键盘打开 然后倒拍 记球 整个手臂可以用得到的 然后就是发力的时候 我们的手指手腕要放松,然后收紧 这个是羽毛球的基本功 所有羽毛球的发力动作 有没有力 就是用这个放松 然后手指手腕收紧 记球以后就是我们的右键盘会转过来 然后我们的右脚会往前提 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记球以后我们的右键盘会向前 右脚往前提 不是往外翻的右脚 是往前提 用我们的腹肌收紧 把筹往下压 在看阿上每次中刹的时候 他的右键盘都是会转过来的 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请按订阅 还有按赞 还有分享 做一个总结 就是向脚和向手往上跳 把橡壁打开 左手放下的时候 右肩盘转过来 做一个倒拍 放松 然后受紧记筹 右肩盘转过来 然后右脚往前提 整个动作就完成了 然后就是连续下球的例子 你可以充分看得到球员倒拍下球的动作 还有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下球的动作 你可以看得到球员下球的时候 然后他的弱点是每一次也是不同 也不是用权力 大家可以看我另外一个影片 讲怎么去杀球去赢 还有怎么样去用防守去赢球 两个影片 有点忍耐 是的 我认为他们都会撑到那里 好 我认为他们都会撑到那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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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看我们的影片 请按订阅去鼓地我 继续分享 宇宙分析的影片给大家吧 谢谢大家